欢迎来到我们的今天大新闻节目 今日,我们将聚焦三个引人注目的新闻事件 首先,乌克兰战争不仅在战场上激烈进行 更在美国政坛引发了巨大风暴 共和党内部应是否继续支持乌克兰而产生了严重分裂 这场战争成为了总统拜登和前总统特朗普竞选争端的焦点 接着,我们关注到美国总统拜登在诺曼底登陆80周年纪念活动中 强硬表态称普京是个一心想称霸的暴君 并强调美国绝不会背弃乌克兰 最后,我们来看一项重要的国际合作项目 中级乌铁路项目签署了三国政府间协定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称 这是三国共建一带一路合作的标志性工程 预示着这条铁路将极大促进三国互联互通和地区经济发展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半导电视台中文网 乌克兰战争正在加剧美国国内的政治分裂 特别是在共和党和民主党之间 共和党内部对是否干预乌克兰战争存在显著分歧 部分共和党领导人如兰德·保罗和托马斯·马西反对干涉 认为美国的介入是战争的根源 而另一部分共和党代表如奥古斯塔普卢格和麦克加西亚 则支持继续援助乌克兰认为这是对美国地缘政治活力的考验 民主党方面 现任总统乔·拜登的支持者认为 俄罗斯对美国利益构成紧迫威胁 支持继续援助乌克兰 前总统唐纳德·特朗普的支持者 则倾向于不干预 甚至对普京表示钦佩 共和党内部的这种裂痕反映了特朗普在2016年竞选成功后的深远影响 他的支持者将执政机构描述为泥潭 并反对继续支持乌克兰 新周网 在诺曼底登陆80周年纪念活动中 美国总统拜登强调 美国不会背弃乌克兰 指出如果美国撤出支持 乌克兰将被俄罗斯征服 整个欧洲也将受到威胁 拜登称普京为一心称霸的暴君 并强调乌克兰的战斗 是捍卫欧洲自由的重要意怀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 在社交媒体上呼吁各国实现真正的团结 像当年盟军保卫欧洲自由一样 共同支持乌克兰 泽连斯基强调 团结是取得胜利的关键 如同盟军过去的胜利一样 今天的团结也将会赢得胜利 中央社 中国吉尔吉斯和乌兹别克斯坦 三国政府签署了中吉乌铁路项目协定 这条铁路将成为连接中国和中亚国家的最短路上通道 中国国家主席 习近平称该项目为一带一路合作的标志性工程 强调其将大大促进三国的互联互通和区域经济发展 吉尔吉斯总统贾帕洛夫和乌兹别克总统米尔纪约耶夫也表示 该铁路将成为亚洲到欧洲和波斯湾国家的新运输线 促进沿线国家的经贸往来 近年来 中国在中亚的影响力不断增强 成为中亚五国的主要贸易伙伴 并通过设立自由贸易试验区等政策 进一步深化与中亚国家的合作 明镜新闻台报道了中国政坛的几则重大事件 首先 张晓明被踢出政协 两名中共中央委员被发配 这一变动引发了广泛关注 与此同时 江绵恒卷入军工腐败案 传闻他已被降职并受到监控 前证监会主席议会满旅心 但网路上对他的恶评如潮 此外 美国一新闻APP被爆出利用AI写假新闻 其办公室竟设在中国 还有 时代杂志专访中 拜登搞混了习近平和普京 并记错了经济外交数据 彭博社则报道了 中国芯片行业的大跃进 打击经3.0钢上尾 3.5紧随其后 而在澳大利亚 特斯拉坟场经线 近千辆车滞销 明报报道 中国国务委员公安部部长 王小洪与美国国土安全部部长 马约卡斯进行事项通话 王小洪强调 美方应高度重视中方关切 以实际行动体现诚意 为双方合作注入正能量 他指出 双方应落实两国元首的 重要共识 坚持相互尊重 管控分歧 互利合作 继续在禁毒 非法移民遣返 打击跨国犯罪等方面深化合作 双方同意 就禁毒和执法合作问题 继续保持沟通 在另一则明报报道中 中国外交部长王毅 在北京与古巴国家主席特使 外交部长罗德里格斯 举行会谈 王毅称两国是患难与共的好兄弟 坚决反对 美国将古巴列入 知恐国家名单 罗德里格斯表示 古巴衷心感谢 中方为古巴反抗 美国无理封锁干涉 克服经济运行 暂时困难给予的 有力支持 古巴将毫不动摇 坚持股中友好 继续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 美国之音中文网 35年过去了 六四天安门事件 至今仍然是中国的竞技话题 很多中国年轻人都不知道 曾经发生过这样的血腥事件 但正是这场惨案 造就了今天中国的政治格局 也深刻改变了世界经济和政治气候 美国汉学家林培瑞 在专访中指出 习近平上台后 抛弃了韬光养晦政策 这让西方国家逐渐认识到 中共的真实面目 然而林培瑞强调 西方国家离彻底看穿中共 还有相当距离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周四宣布 他将出席下周 在意大利举行的七大工业国集团 聚期峰会 随后转赴瑞士参加乌克兰和平峰会 岸田表示 聚期将团结一致 充分展现主导国际社会 各种课题的态度 谈及俄罗斯侵略乌克兰问题时 他称聚期将进一步 与全球南方在内各国合作 发挥领导力 实现乌克兰公正 且永续的和平 乌克兰和平峰会 将在瑞士卢塞恩举行 预计岸田文雄 将立即前往瑞士参加 自由亚洲电台 在1989年 天安门民主运动 35周年之际 海外人权组织 国际特赦在社交媒体上 发布了上海白纸运动参与者 夏朝川写的纪念六四 新师的视频 呼吁人们不要忘记 35年前 中国政府对天安门广场 民主运动的镇压 这首诗表达了对六四事件的深切怀念 和对民主自由的热切期盼 提醒世人铭记历史 不要让那段血腥的记忆被遗忘 自由亚洲电台 继续致力于 向没有新闻自由的亚洲地区 传播准确的新闻和精辟的评论 美国之音中文网 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 6月6日明确表示 西方国家有权协助乌克兰 抵御俄罗斯的侵略 这番言论 是在俄罗斯总统普京 警告西方国家允许基辅 使用更强大武器 袭击俄罗斯是严重升级之后发表的 斯托尔滕贝格强调 北约成员国将继续支持 乌克兰的自卫权 并指出这是国际法所赋予的权利 普京的警告令局势更加紧张 但西方国家显然并未因此退缩 反而更加坚定地站在乌克兰一边 进一步加深了俄乌冲突的复杂性 和国际关注度 中央社在诺曼蒂登陆 80周年纪念活动上 西方国家领袖齐聚法国北部海滩 向当年为解放欧洲而战的将士致警 美国总统拜登 英国国王查尔斯三世 和加拿大总理杜鲁道等人 纷纷发表讲话 重申对民主和自由的坚定支持 拜登在纪念事上 会晤了参加过诺曼蒂登陆战役的美军退役老兵 强调美国作为国际盟邦的捍卫者角色 查尔斯三世 在英国纪念碑前 表达了对自由国家团结 对抗暴政的祈愿 而杜鲁道则呼吁全球继续支持民主 特别是在当前民主受到威胁的时刻 尽管二战期间 苏联对战胜内粹功不可没 但由于俄罗斯入侵乌克兰 俄罗斯官员并未受邀参加此次纪念活动 凸显了当前国际局势的紧张 金融时报 第四范市 智能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范市 在中国的AI领域 并未获得与商汤和云从科技同等的尊重 尽管其收入和增长势头良好 第四范市 专注于帮助企业提高效率的技术 而商汤和云从科技 则更专注于计算机视觉AI 第四范市 在今年三月推出了最新的先知AI平台5.0 希望借此引发投资者的关注 然而 由于美国对中国AI公司的各种限制 第四范市的股价表现并不理想 尽管如此 第四范市一季度收入同比增长28.5% 显示出强劲的业务表现 公司在多个关键行业提供服务 并通过控制研发支出 维持了较强的成本控制措施 尽管目前估值偏低 但新平台的推出 可能会成为新的增长动力 吸引更多投资者的兴趣 明报 中级乌铁路项目签署政府兼协议 标志着三国在一带一路合作中的重大进展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 和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纪约耶夫 通过视频方式 共同祝贺这一重要时刻 习近平指出 中级乌铁路不仅是中国 与中亚互联互通的战略性项目 更是三国合作的标志性工程 该项目起自新疆喀什 经吉尔吉斯斯坦进入乌兹别克斯坦 未来将向西亚和南亚延伸 为区域经济发展提供新的动力 香港电台 中国驻日本大使 吴江浩在日本经济新闻上发表署名文章 强调中日新能源合作的重要性 并批评以产能过剩名义限制 中国新能源产品进口的行为 是贸易保护主义 吴江浩指出 美国将特定产业 泛政治化和安全化 破坏了全球供应链的稳定 拖累了世界经济的绿色转型 他呼吁中日两国企业 抓住新能源市场的机遇 共同增强竞争力 为全球绿色低碳和可持续发展 做出更大贡献 半岛电视台中文网 即将到来的欧洲议会选举中 巴勒斯坦问题成为一个重要议题 影响着选民的选择和政治话语 欧洲政客如何应对以色列 对加沙的战争以及巴勒斯坦的未来 成为选民关注的焦点 许多欧洲选民 希望他们的政党明确表态 支持巴勒斯坦的权力 并对以色列的行动进行谴责 随着选举临近 欧盟成员国如西班牙 爱尔兰和斯洛文尼亚 已经宣布承认巴勒斯坦为国家 这一举动进一步凸显了巴勒斯坦问题 在欧洲政治中的重要性 谢谢大家收看以上节目 这是我们的编辑团队为大家搜集 整理的 认为有价值的信息 观点 但是并不一定代表我们立场 不作为任何行为的建议 欢迎大家为我们的节目点赞 订阅我们的频道 谢谢